有可能伤害国人健康一丝一毫的国民党绝对百分之百反对 替公益活动领期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被问到日本辅导时评解禁措辞看似强硬 却遭质疑是否态度转弯时间回到14号晚间 晚上8点50分媒体报道都大标题国民党表明日本能保证食安就不反对 被解读是朱立伦定调的立场 不过赵绍康忍了一天15号晚间7点发文痛批不敢相信 这是国民党发的新闻稿看到差点昏倒 听说主席计划2月访美途中先访日所以要送礼物吗 将国民党中央15号晚间7点47分紧急澄清 并未提前针对核实立场发布正式新闻稿 对于外界议测皆非国民党立场 基层已经爆炸了很多立委啊什么都反映给我 说哇不得了这个基层他们基层接到一堆抗议的这个电话等等 变成说国民党送个大礼给民进党 好像跟民进党这个真的变成两党一家亲了 这也很奇怪 国民党昨天才第一次发新闻稿啊 眼看赵绍康怒意满点朱立伦一句话 就切割14号放话给媒体的不具名国民党人士 不过根据了解当初对日本辅导时评表态的 就是朱立伦决策圈成员 这一定要抓 这匪谍一定要抓的 因为否则的话还得了吗 赶快fire掉 革职误论啊 没有什么其他话好讲 你怎么可以假冒国民党去发一个 这么重大新闻的这个稿件 好 这里面其实有两个层次的问题 第一个层次的问题就是说 辅导五线色食品 如果是合乎标准的 应不应该让它进口 第二个问题是 国民党现在到底谁是党主席 我们先从第一个问题谈起 就是说其实前两天 因为自由时报有一个独家 他说证实跟党团言商解禁 行政员说各国只剩台湾与中国 禁辅导食品 所以事实真的就是这样子吗 如行政员所说的 对因为2011年发生了大地震 所以说那时候世界各国都会有担心担忧 因为担心辐射外线感染污染的食品 会影响到每个国家国民的身体健康 时间点刚发生的时候 或是议题刚发酵的时候 大家会有这样的疑虑 随着时间的递延 随着科学检验的标准出来 随着各个国家跟日本之间的协商跟沟通 我们要记得两个很重要的事情 讲这样的事情 对不起我先实在很生气 我告诉大家台湾的乱源就是战斗篮 就是朱立伦 真的 你刚才讲那句话 那些有的没的 基本上你有什么科学根据 没有 不要以为自己是精英 或是知识篮 基本上信口开合 没有任何证据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国民党一定有理性的人 都知道这样的趋势嘛 生气回来还是温柔的 理性的 保持优雅的 跟大家介绍 现在趋势是什么 分成这几个 因为这个逻辑跟开放莱猪 是一模一样的嘛 台湾要加入CPTPP 或是台湾要加入多边 跟双边的自由贸易体制 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叫贸易的非歧视原则 而贸易的非歧视原则来自于什么呢 不是来自于民粹 不是来自于嘴炮 不是来自于丑恨 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科学的证据 赵朝康先生 你在现在还在找战犯 找什么战犯 朱立伦或是国民党的有事知识 基本上已经理解到这一点了 你自己呢 又开始说 开除那个国民党的 你是党主席 还是朱立伦是党主席 你只是一家电视电视台的 主持人而已好吧 为什么那么生气 你看这样的趋势 随着时间的递言 随着科学指标的出现 随着民意的转变 随着每个国家跟日本之间的沟通 大家都是自由开放的体系嘛 完全取消管事有41国啦 你看包含美国跟加拿大 新加坡 还有我们周边的国家 泰国印度 以色列飞兵等等 是完全没有管事 需提供检验的 好吧 欧盟 国民党国家来说的时候 最前讲欧盟嘛 需提供检验 如果检验没有问题的话 就叫科学标准啦 即使部分食品进口的 香港跟澳门就不讲 南韩是什么 南韩新鲜站就有香菇啦 跟水产品基本上是禁止的 因为他认为说 那个残留值可能会相对较高 我有问过农产品专家 香菇好不好 香菇什么原因 反正就是可能会有残留 其他的没有疑虑就开放 现在完完全全禁止食品进口的 就中国跟台湾 中国为什么很清楚嘛 本来就是因为中日关系 这几年基本上非常非常的不稳定 而且很紧张 可是你以为中国是这样子吗 中国开始在改变跟调整嘛 中国开始解除核实禁令 海关总署允许新鲜米进口 一督九线其他产品 目前仍背禁 但是呢 他开始呢 朝这个往这边方向移动 后来变成这个方向 为什么 因为中国现在在布局CPTPP嘛 如果呢 他拿这个作为呢 跟日本谈判的条件 说呢 我这个中国 你的这个核实五线的这个 辅导五线的这个呢 相关的食品 我当作是善意 作为呢 我加入CPTPP的善意的感染制的条件 那么这是中国现在的筹码 第二部分是什么 他为什么要抢在台湾之前 去做这样的事情 各位想想看哦 CPTPP有个很重要 看一件叫共事权吧 对 如果呢 中国抢在台湾之前 进入CPTPP 所谓的共事权 那都知道嘛 就只有一个国家 反对我们加入嘛 那就是中国嘛 所以赵超康先生 我是不知道你的理由是什么 这第一点 第二点是啊 什么叫做两党一家亲 其实应该讲是民意一家亲啊 你搞不清楚状况 每天都教练厚话 去讲这些有的没的 结果呢 我还是要难得帮朱立文主义加油了 什么意思 是对的事情 是对台湾有利的事情 不要被赵超康这个乱言 绑架台湾所有的民意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英国 英国现在是在这个九个国家行列 就是其实英国是去年二三月 才开始开放 为什么呢 因为英国也申请加入CPTPP 所以他知道他这一关一定得过 那澳门香港就不用讲 基本上就跟中国是同一国嘛 中国开放新姓米呢 可是很有趣 他海关总署开放 但是没有人进口 有点像我们现在这个莱猪的状况 就是依法你可以进口 但是没有人进口 好我们再来看 这个就是赵超康跟朱立文的争议 国民党原本说 只要日本保证安全 国民党就同意他进口 其实我看到的时候 其实我蛮高兴 我觉得正常轮发挥了 这是正常的想法 就保证安全我们就开放 结果没想到赵超康话一讲 说法又不太一样了 那民进党立委是 这个我们先看国民党是怎么说 日本这个国民党 日本保证实安 我就不反对 中广总统长赵超康 在1月15号 说这一次请朱立文主席说清楚 到底怎么做的决定 有跟立文党团讨论吗 有跟14位执政县市长商量吗 朱立文主席不是说 以后会扩大决策圈吗 结果赵超康生气之后 这个朱主席小伦伦好害怕 他就说民进党 如果以所谓的交换国际政治利益 国民党绝对不会认同 赵超康见好就说乖 知错能改很好 国民党就是该坚定反对 好 那民进党立委怎么看这件事情呢 王定宇说 朱立文再次呈现 一人决策 因人设事摇摆不定 不敢负责他的特色再次显露无遗 宗嘉宾说 战斗篮仿佛成了深蓝的党中央 外界也在观望 赵超康是否要另成立一个党中央 所以赵新 你虽然那个是无几职的 但是也算是有党职 第一个 你们现在对于辅导五线 是食品的态度是什么 第二个 国民党现在到底谁说了算 其实这个东西是这样 其实内部有这样子的一个讨论 这个过程 你们有讨论这是事实 我认为这是一个正常的过程 那么第二个就是说呢 大家不要忘记在两年前 毕竟我对核实的态度很简单 就是说一切都是以科学为主 如果科学这边能够提出相关的证明 去说服人民 重点是说服人民 人民同意的话就OK 先跟你沟通一个观念 就是你如果讲核实就一定不安全了 那不一定啊 通过检验就通过检验 如果讲核实就一定不安全 我是建议大家可以用辅导食品来讨论 都没有关系啦 我认为说只要有经过科学的话 像两年前 其实在这个我们讲说公投辩论的时候 那时候我没有任何党职 那时候黄世修是站在赞成开放这一方的 那坦白讲 我在当时的立场比较接近他 我个人 但对党的立场是什么呢 党立场很简单 那不能够忘记说 在两年前的反核实公投里面 是778万人民经过的民意 认为说现在开放有疑虑 那如果两年前在开放的过程里面 需要经过民意 这一次的开放需不需要经过民意的认可 这个是民进党可以去回答的一个问题 我认为说在这个方面来讲的话 如果人民认可 毕竟代表执政党在说服的过程里面 有成功的解除人民的疑虑 那自然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但是如果连这个过程都会省略掉 变成是单方或者是一人决策的开放的话 那我认为执政党就要有这个心理准备 会遭到民意的疑虑跟反弹 那国民党正在在意党的立场 一定就是说正在人民这边有知的权利 有能够了解 有能够做决策的权利 我觉得这就是国民党坚定的立场 那你们现在党中央到底谁说了算 当党主席他基本上 当然是有一个定调的作用 但是呢我们在 大家一起各商意见领袖来讨论 也不是一件不正常的事情啊 我认为不是一件不正常的事情 他为什么可以这么凶 一想完党主席就改口 我觉得还好啦 我觉得并没有说所谓的改口 我们基本上还是说严格的把关 然后程序要正确 然后相关的标示这些东西 到底要怎么样跟人民做解释 我们也没有定调说 最后一定是要怎么样 可是这中间的过程跟知的权利 是我们一定要把关的部分 所谓的把关不是反对 把关的意思是说 我要做相关的检验 我刚刚那一条 全世界辅导核实的表里面也有嘛 很多是要求要提供证明嘛 很多是告诉大家说 我不要是这个所谓的辅导食品 是一刀切要开放或不开放 哪些品项我觉得比较没有疑虑 可以先开放 哪些品项我觉得还有一律 就晚一点开放 这些东西 执政党目前为止 都没有给我们做完整的说明的时候呢 谈何开放或者是不开放呢 至少这些东西要做说明 我想放给我补充一下 小心说好朋友 我们也可以做这样的对话 再讲两年公投事情都没有意思了 因为为什么要公投不绑大选 因为那时候公投的时候 有多少民众跟线上朋友 了解那十多项公投真正的内容呢 这第一个 所以公投绑大选基本上无效嘛 或者是说被新的民意所否决嘛 第二是什么 OK哦 请记得刚才线上网友说得非常清楚 左手支持何事 现在呢 好吧 就算这是何时啊 这两个立场怎么会同时存在 不是互相矛盾 拿砖头扎一脚 我知道黄世秋不是国民党 但是呢 国民党至少支持啊 不要说国民党 赵少康至少自己支持 何事吧 那你支持何事 又反对呢 所谓的何时 赵少康 两种矛盾的立场 你只能选一个啦 你是支持何事 还是支持呢 何时 你只能选一个哦 否则是自相矛盾 第三个 说得非常好 如果呢 国民党当一个呢 建设性的反对党 当民进党真的 有端出来 所谓的所有的呢 开放的依据跟科学标准 就像刚初要开放 莱猪所做的所有规范的时候 国民党在挡的话 那基本上就不是科学根据哦 这是政治斗争哦 这是政治操作哦 我相信呢 我跟赵新都还是有个共识 也没有说要一步开放 但是一个动作很重要 当政府如果能够告诉民众 政院能够告诉民众 为不可以告诉民众 简单讲 开放福岛五线的食品 基本上政府的基本规划是什么 所谓的科学证据啊 跟科学检验的标准是什么 那我相信如果赵绍康在党 那对不起啊 国民党应该考虑清楚 赵绍康代表是什么立场 还有有一些深来的 开始啊 带国仇家恨的风险 对不起 我尊重你们的国仇家恨啊 但现阶段呢 我比较在乎的是啊 台湾啊 跟啊世界之间的联动 跟我们的国家利益 讲一下就有的没的 我最后还是敢说一句话 赵绍康的所有的言论呢 就是台湾的乱源